世界總會談獎師 暨香港協會 顏崔常明 理事 博光山常務副主持 暨杜堅院院長 慧傳法師 國際博光會談獎師 暨中華總會副總會長 趙翠惠 國際博光會世界總會財務長 陳居 國際博光會談教獎師 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廣志 還有主持人 世界總會 美東副秘書長 永護法師 歡迎 請坐下 謝謝 剛剛施以為我們做了介紹 我就不重複 今天我們特別在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之中 在帳金樓 我聽說這是第一次在這裡集中做分享 所以我們真的是和其有幸 我們在這裡緬懷 在這裡分享大師對我們的影響 那麼首先呢 我先用三輪式的來請大家分享 第一輪呢 請各位與壇人分享個三分鐘 說說 在這一期的生命當中 第一次 見到大師 是什麼時候還記得嗎 那大師給各位的印象是什麼 我們先請傳院長先分享好嗎 好 謝謝主持人永固法師 還有我們台上三位羽壇人 還有我們顏夫人 還有我們在座各位佛光人 大家好 大家吉祥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在這個帳金樓舉行這樣子的座談會 那麼平常都是帶客人來這邊參觀 頂多就是在這邊送個禮物 今天能夠在人間佛教弘揚的這種殿堂 能夠來講述一些看法 真的是一件難遭難遇的事 我們在座各位也都是一樣 那如果要說跟師父的第一個印象 我應該要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呢 是我聽說的 那第二個層次呢 是我實際見到的 聽說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我聽我媽媽講 在懷孕的時候 尤其是我的時候 她特別喜歡到雷茵市 寧可生意不做 也要去雷茵市 聽大師獎金說法 這是我母親告訴我 所以我在良胎已經開始在訊息 所以浦門品裡面 浦門品真的有這一段 能夠生福德智慧之難 有沒有 端正有向之女 就在講這一段話 那麼另外的呢 也就是我的父親 比較早過世 所以呢 在當時呢 大師非常的慈悲 就來幫忙我們家裡 操辦所有 往生的這一些佛事就對了 那麼那時候 我媽媽一個人 要帶五個小孩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呢 大師啊 有時候到台北辦事 都會到我家來 問我媽媽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 需要從台北把它搬回來 就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呢 師父上人去的時候 是走路到火車站 回來的時候 是搭著三輪車 把東西送到我家來 那麼從這一段 我們就可以知道 師父上人的那種慈悲 那麼另外呢 在我當中 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欸 我的照片沒有出來 欸 照片 照片 有沒有照片 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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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對對 往上 來 往下 往下 哎 往下 往下 哎呀 你看這個多重要 哎 這個叫歷史啊 History啊 有沒有看到 看到大師有沒有看到 大師 我是大師的學生呢 有沒有看到 我是慈愛幼稚園 第七屆的學生 那我 你們自己去找 看我在哪裡 那麼你看 我那個時候還有見證 大師啊 在宜蘭 雷茵寺 推廣佛法 然後呢 慶祝佛誕節 那時候宜蘭只有五萬人 三萬人參加遊行 我有幸在台太子聖教 哈哈哈哈 那另外有沒有看到 中間那一張 我參加演講比賽 現在你們還看得到 光頭的那一位 那再往旁邊有沒有看到 那個時候佛光山還沒有蓋 這只有壽山寺 那麼家裡的人 就帶我們到壽山寺 來參訪 那大師帶我們到 陳清福 喔 所以呢 我們這個家族啊 跟大師那一種姻緣 真是難遭難遇 那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師父真的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照顧信徒 謝謝 謝謝團院長 我們這一場分享呢 有身性惡重 有優婆式優婆儀 有資深 有年輕的一代 可以講 把所有的身份別 通通都邀請在這裡 不過現在呢 還是Lady First 我們還是請小慧先好嗎 親愛永庫法師傳院長 還有我們台上雨潭的一起 還有各位親愛的我們佛光人 還有法師們 大家吉祥 謝謝喔 我覺得 我本來是蠻會說話的 可是傳院長 第七屆照片 畢業典禮一出來 我就 我以為我是跟師父最久 我最資深的是傳院長 因為我是聽我阿嬤講 我那時候從小 不過傳院長 到年紀我可以講 在快七十年前 我差不多 對 我差不多六十八年前吧 那時候 傳院長年紀輕嘛 所以 對 對 我那時候 因為在中壢 師父到中壢去講經說法的時候 他會到永平市 真念師那邊去 然後我就跟著阿嬤去 那時候很小嘛 三四歲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阿嬤說 你很可愛 我那時候只是講說 阿嬤 為什麼 那尊佛會講話呢 因為師父在佛的那個大雄寶殿 那地方 後面有一尊大佛嘛 他就在前面 坐在那地方講 他就很像一尊佛嘛 我就小小 兩歲三歲 我就一直跟阿嬤講 為什麼那尊佛會說話呢 會講話呢 我是客家人 我就講說 去經講法 經講法 善好聽喔 就很好聽 那時候我才兩歲三歲 那之後在十八歲的時候 到佛光山去 因為第一屆的佛學夏令營 我去參加 這第四屆 我去參加佛學夏令營的時候 我去跟師父問候問安 那時候是最有印象的 直接面對面的看到師父 那時候我的外婆 就叫我說要問候師父好 那時候我只能夠稱呼他師公 我說師公 我爸爸媽媽還有阿嬤 要我來問候你 我那第一個印象是大師可怕的記憶力 他常常都行走在全台灣 說法弘揚佛法這樣子 可是他居然就記得我的爸爸媽媽 我爸爸的名字 我就說我爸爸媽媽問候 你爸爸是誰啊 我說我爸爸叫趙環春 他說喔小姐小姐 不是我的一句話 你沒辦法到人間來 他常常到世界各地去講這個故事 他就是說因為我媽媽本來要出家 我爸大師說你出什麼家 你是小學老師好好去教書 以後更有用處 結果我媽媽就 因為大師不接受他出家嘛 在圓光寺那時候 所以大師說你好好去教書 你是小學老師不要浪費了 所以大師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出家 要出家要很有福報的 所以大師說回去回去 所以我媽媽回去嫁了人 嫁了趙環春先生 然後就有了我嘛 所以師父就說 對 他說你沒有我那一句話 你不小心在天上飄啊飄啊飄啊 他就這樣講我 所以師父的第一印象 應該說18歲那年見到師父 被他驚人的記憶裡嚇到 謝謝 所以第一印象是嚇到了 太驚人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財務長 陳菊督導 好 大家都是有備而來齁 好 好的 文庫法師 還有 還有 各位語臺人 各位法師 各位佛工人 大家幾強 大家幾強 剛剛他們講那麼好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緊張了 那我跟大師相見的話是 先看到大師的法身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 佛工山的大雄寶殿 那時候我不信佛 還沒有信佛 那我岳父帶著我的同修 那一直來禮佛 他們兩個人的話 在那邊非常虔誠的拜佛 我那時候是在旁邊 就是沒有不想放香啊 所以就在旁邊看這個演講集 那看第一集的時候 結果就給大師設助了 因為那時候 我是不信佛 但是我是 那時候 差不多快四十歲 那 人家講說 四十而不後 可是那時候開始 以後 人生做什麼 那一直循循著著 那也聽過一些法師的演講 但是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看到大師的這個演講之後 我就給大師設助了 所以我就很虔誠的把大師的第一集讀完 然後回去系列師之後 必須看第二、第三、第四集 那這樣的話就把我的疑惑 都大概都已經解決掉了 就是第一次看到大師是法生 然後呢 那第二次的話是在 等一下 上一頁 是在一個 就是 我跟上一個 這個 怎麼講呢 攻得住家裡 那大師那邊 去那邊家庭補照 所以我就跟著 跟著這個歸一了 所以那看到大師是非常的慈悲 所以就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全心全力的 來跟隨大師 那大師的印象就是說 他非常的慈悲 而且 怎麼講呢 對 給大家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四受力 所以這是我的 給大師給我的印象 謝謝 好 是先見到法生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廣志 請說 也請放我的投影片 那個我們剛剛在後台 首先這個 永固法師傳師傅 小費姐 陳居士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那這個 剛剛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傳師傅就有說 他說這個記得跟不記得 我也是有記得跟不記得 那下一張 那這個不記得的是為什麼 我們下一張投影片 還是要我自己控制 來 為什麼會說不記得呢 因為其實我的父母在我還沒有 不認識佛光山的時候 就到過佛光山 他們那時候到佛光山來 他們到佛光山巡山的時候 的知客法師是定和尚 定和尚 當知客 那這個 這個投影片裡面 這位是誰呢 這是佛光山第二屆的 重新學院的畢業生 他是我的佛學的啟蒙老師 濟聖法師 他就把大事的人間佛教 來到我的家鄉 站在他後面的是我的父親跟母親 父親已經往生了 所以看到父親的照片 當我跟大師沒有合照 我們下一張 跟大師沒有合照 我有的是 我找到 我桂毅大師的桂毅證 1983年 所以我桂毅信雲大師 40年了 所以這個是 記得跟不記得 所以這些其實 當時大師也是到我們家鄉儀保元獎 台南獨中的大禮堂 我就是在台上跳舞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問題 第一次見到大師記得什麼 什麼都不記得 我緊張得要死 我就在等著他說 看這個法師什麼時候講話 我就要上去跳舞了 那 所以這個東西不記得 但是真的記得是怎麼樣呢 是我第一次到台灣唸書 到台灣唸書 那時候是怎麼樣 那時候就有姻緣 見到姻緣 你是這個醫學生啊 高雄醫學院的醫學生 我們帶你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除了看佛王上的輝煌的殿堂啊 他帶我們到編章處 他說大師什麼東西都卸下了 就沒有卸下編章處 因為師父上人覺得 藏經的傳承 佛法的傳承 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個時候 23歲 我就覺得 這個法師不一樣喔 他是真的 對佛法的傳承 是非常堅持的 所以今天能夠在藏經樓 跟大家講這一段 編章處的姻緣啊 真的是難造難遇 感謝師父上人 好 我剛剛仔細的看一下 那張歸醫症啊 那時候 廣至12歲 歸醫 十二 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輪的問題啊 因為我們台上各位呢 都是 能言善道喔 平常時 講說 這個滔滔不絕 三分鐘實在太少了 第二輪 十五分鐘 那 當然各位都是身居要職 對於分擔 大師交托的 給我們的使命啊 大家也一定 都是依教奉行 使命必達 是什麼樣的 這個力量喔 就是 讓大家願意 追隨大師 為他分擔 或者為他推動 或者實踐 他的理念 理想 大師對各位的影響 請大家分享 一樣從傳院長開始 好 謝謝永固法師 那麼 有關這個問題啊 應該是分成兩個層面 來做探討 那麼第一個層面呢 也就是說 為什麼願意為大師 來分擔好多 人間佛教的 弘法任務跟使命 那麼我想應該 不只我個人 我們在座所有的大眾 法師跟信眾 應該也都差不多一樣 很多都是從一些因緣 慢慢累積起來的 就好像我今天可以出家 甚至於有幸來擔任這個 都監院院長的職務 那麼一定也是累積很多的因緣出來 從剛才報告的那些從小的經驗 那麼不但是從小的經驗 在我青少年時代啊 也很喜歡來到佛光山 那麼那個時候我記得 大師正在蓋大佛城 那麼有空我們也會參加 大佛城的那個建設 去推水泥包啦 或是去攪拌啦 我都有幸有參加過 甚至於呢 大雄寶殿那個成佛大道 大家還記得吧 早年不是有畫格子嗎 那麼時候就是大師帶領著大家 畫一條格子就要練一身佛號 所以那一條這一個什麼 整個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 就叫成佛大道 那麼也就是注入了師父的心意在裡面 我也有幸在那邊曾經擔任過義工 那麼曾經就是看到到了晚上 那麼師父上人啊 那麼突然一下子不見了 我們都不知道大師去哪裡 結果呢出現的時候 看大師提著兩桶的那個麵 就放在地上 招呼大家停下工作 趕快來吃麵 那麼大師親自為我們每一個人 就盛上了一碗麵 雖然我們那時候很小 但是也有幸能夠分到這一碗麵 那麼時候就感覺到說 師父上人啊他不但慈悲 而且呢他也能夠以身作折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很喜歡來到了佛光山 我覺得要讓一個孩子學佛 先讓他喜歡這個地方 喜歡我們的道場 喜歡我們的法師 喜歡師父上人的人間佛教 接下來你要叫他再去弘揚佛法 或是做對於這種佛教 有關的一些事情 他那時候真的可以承擔使命跟任務 這是我從這個就是大師 照顧我們的這個階段 我發現到了一個重點 那麼另外的呢 我哥哥就是慧龍法師啊 那麼因為在民國72年 為了萬壽園 那麼就是萬壽山寺 在那一尊地藏王菩薩回來 地藏王菩薩像現在還在萬壽園的六樓 臥活前面那一尊 那個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我這邊就不再說了 那麼後來他發生車禍 那麼我那時候還在當兵 就剛好在壽山公園上面 有個兵員前送站 我在那邊當兵 聽說慧龍法師生病了 我就從這個就均勻那邊 來到了醫院 軟重合外科 剛好大師那一天也來看慧龍法師 那麼等到大師這個 這個就是衛冕一下我哥哥好了以後 就叫我說送大師到了這個電梯口 那麼一到電梯口 我本來準備要進入電梯裡面 要送大師 但是大師說不用了 然後就講一句很奇怪的語言 我聽不懂 迷失失度 務實制度 然後電梯門就關起來 害我嚇了一大跳 大師幹嘛離開的時候跟我講這句話 叫我不要送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大師已經要叫我出家了 我只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退伍以後就來到了佛學院這邊讀書 那麼還沒有讀完就被派到浦門中學去當訓導主任 那麼就發現到大師為那個教育奉獻的那個精神讓我很感動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我如果能夠也有一天 也能夠化身為出家眾的話 也可以幫忙大師在教育方面能夠多一點推廣 那麼就剛好在1988年西來寺有舉辦三壇大界 就這樣子出家了 所以你看大師 迷失失度 務實制度 我真的被度了 機緣到了 有沒有發現到 那麼就是 你為什麼會分擔 一定是有這一些累積的因緣 那麼剛才我們看一下 他說星雲大師給您的影響又是什麼 我把它分成四個層面來說 那麼大師在教導徒弟的時候 他有時是和顏悅色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佛光人應該都還記得 1996年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是在法國巴黎舉行 那麼因為有一段的行程 就安排我們去賽納河旅遊 哇好高興第一次到法國去 又能夠到賽納河 哇很興奮 那剛好呢 就好像是持龍法師還是誰 我現在忘記了 他說你站在師父的前面 他怕那個船啊動來動去 到時候如果不小心 我還可以扛著就對了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副秘書長 結果呢那一刻 剛好在師父的前面風特別大 那我就好像有一點冷冷的 就這樣子弄著 你知道接著下來 師父另外一個動作是什麼嗎 把他身上的夾凳子 就披在我的身上 這一段過程有一點像什麼 有沒有很像師父上人得瘧疾了以後 他的師父送我們的師公送給師父什麼 半碗鹹菜 那個感覺完全相同 所以那時候我那個好感動啊 就一直披著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忘記師父有沒有在冷 因為很溫暖都忘記了 這個說 有時候師父教導徒弟就是這樣子的和圓夜色 那麼有時候呢是叫做默默支持 我是2003年10月底從西來市被調回到佛光山 擔任都監院的院長 那麼師父就跟我們說啊 現在佛陀紀念館也已經這個就是買下來了 也已經這一個就是電機破土了 我們現在呢要有一條路從後山一直到連接到佛陀紀念館 那我們佛陀紀念館要開闢成這一個停車場 因為我們每一次春節平安登法會 佛光山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停車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成停車場 那個會傳你要負責這個任務把它全部完成 我當時一聽全部殺掉 我這根本沒有碰過工程啊 那剩下多少時間你知道嗎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要完成整個的山脈 全部要把它產平 然後要有一條路 然後佛陀紀念館全部要產平 要能夠提供多少的這個停車位 我那時候整個嚇住了 突然過了幾天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頭腦都一直在那邊嗡嗡嗡嗡嗡嗡的叫著 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可能大師已經看出我這個徒弟不成氣啊 那有一天啊 慧傳你去把全山大眾召集過來 我到壇信樓要跟大家講話 那接著下來我們就全部到壇信樓 大師說啊你們知道嗎 我們現在要開闢第二個佛光山 第二個佛光山在哪裡 就是佛陀紀念館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有一條路 從這一個佛光山一直到佛陀紀念館 這一條路是我們佛光山的大動脈 只要這一條大動脈能夠暢通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就連成一條線 等於師父上人不要分彼此你我 他希望所有的大眾都是共生共榮 有沒有因為今年的共生共榮 師父你看在2003年已經指示了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開闢怎麼開闢 我師父上人就講了很多理想 那麼這個事情呢就交給都監院 你們要去負責完成 我聽到這一句話 這一下子沒有壓力 反而增加很多的信心 為什麼 因為師父上人已經講出一個重點 我們佛光山是集體創作 另外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師父上人演繹出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那就是不請自由 他看到徒弟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也不要跟你講 好來我來幫忙你不要 他就是默默的支持化解你的難關 所以我那一年幾乎做了這個 這個就是從早上一直到晚上 就一直在做這些工程 就不會感覺到勞累 因為師父上人跟我們很多的這種支持 我應該永固法師做佛學院院長的時候 應該也謝謝你那時候派學生給我們很多協助 所以這個有時真的是在默默支持 你有沒有看到 師父上人搭著步步車 就到處去巡邏 學生你看準備都要去做那個出波的時候 師父上人就會來巡邏 到各處去給大家這樣子鼓勵 這一張照片是真的就是令人很感動 那再來呢 有時師父上人就是直言相告 那我回來的時候擔任這個都經院院長 那麼當然要去跟師父請示說 我要如何做院長 因為我剛剛從西來市的住持退下來 根本搞不清楚都經院院長是要做什麼的 只知道他同管這個就佛光山三百多個道場 在全世界的道場 只知道這個其他我都不知道 那麼大師就很清楚的告訴我 院長的工作就像十層中的軸心 有沒有看 十點那個什麼十分有沒有 中間那個地方叫十層中的軸心 你不要給我亂跑不要給我亂動 否則常駐作息就亂了套 他說你這個軸心啊如果很穩固 十針跑得很準確 分針也跑得很準確 秒針也跑得很準確 所以你要做整個的十層中的軸心 那也因為大師這句話 我也不斷的在揣摩 大師這句話一定有含義 那當然我就慢慢的可以了解 也就是佛光山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各種的不管是教育文化慈善 或是各個部門的工作 其實都是要督監院去做什麼 從旁的協助 所以這幾天你們有沒有要到如來店大會堂 要去上課 有沒有發現到突然多了很多車棚 有一條長龍 讓你們從雲居樓二樓到如來店 有沒有很方便 這個就是十層中的重點啊 就是看到常駐有需要什麼服務 沒有人講你就要做 做不到那就是你督監院的事情 啊 所以我終於了解 師父上人告訴我們說 你不要亂跑亂動 我終於可以了解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我這一次在那個杜蘇瑞颱風 不是七月二十八有沒有 有一個颱風也是非常的這個 嚴重摧襲台灣 那麼那一天的晚上 我突然被那個風雨吵醒了 尤其那個風好大 窗戶玻璃 啪啪啪啪啪啪啪的作響 那外面的雨聲啊 好像那個開了水龍頭一樣 非常的那個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感覺 那我突然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我突然想到八八水災 就是2009年 整個的佛光山也受到傷害 整個南台灣 也那個有一個叫小林村有沒有 山體崩落 整個把那個一個村莊 四百多個人全部掩埋 那個叫小林村 我突然想到那一個 假設那個高屏溪的水淹起來的時候 淹到了佛光山淹到了佛陀紀念館 我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麼接下來我們常駐大眾 要不要去上店 他們的吃飯該怎麼辦 別分院他們那邊會不會有損傷 突然好多的煩惱全部就出現了 那麼這個一出現了以後就睡不著 睡不著怎麼辦 就看個書啦 寫個文章 慢慢的有一點困意的時候 又去睡 結果還是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我突然發現到 縣市長為什麼很難做 到底要不要放假 你說放假 結果風和日曆 一堆的人跑去電影院 跟百貨公司買東西 那你說不放假 結果風雨交加 中午才叫爸爸媽媽 把孩子送回去 這個家長一定是罵得狗血噴頭 在佛光山也是一樣 風和日曆 你說不要上店 大家 都監院送飯去給你們吃 那麼真的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我就不睡覺 慢慢的一直熬 熬到了五點 看到外面風雨真的很大 就馬上寫個簡訊給我們都監院的書記 來全山大眾跟他們講不要上店 我們就是送餐去給我們所有的師兄弟吃 那麼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發現到有一個重點 哦 什麼叫做臨動千江水 不擾道人心 我說我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 為什麼 臨動我這個千江水 寧可我自己煩惱 但是我不要讓全山大眾起心動念 我是大眾第一 自己第二啊 常住第一 自己第二啊 好 這個就是有時直言相告 這個是師父直言相告 那最後一點是叫 有時叫千錘棒賀 我記得我擔任佛光會 還有擔任這個世界總團 青年團的這個 執行長 那麼有 我記得有一次大會 就跟道法堂向大師報告 就報告說 啊這一次我們這個青年團活動 我們要怎麼播 怎麼辦 啊 那麼什麼東西是什麼處理 啊 要請師父上人出來給我們開示 結果報告完畢 我以為很周全 結果師父上人竟然講兩個字 錢呢 我突然聽不懂什麼叫錢 我說常住會支持 啊這下子完蛋了 啊 這個金鋼筋全部出現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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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講講了好多 大師就講了一句話 當然常住會支持你們 但是你不可以辦活動沒有預算的概念啊 今天我告訴你的不是不支持你 是你要有預算概念啊 我終於明白 所以現在辦活動幹嘛 我都會先去衡量收支有沒有平衡 那個沒有辦法平衡的部分 我要從哪個地方能夠再把這個經濟 能夠再把它拉平 所以呢大師有一句話這麼說 有預算則不窮 有歡喜則不苦 所以我想說這個就是 在師父的這個地方啊 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也跟大家共同勉勵 謝謝 謝謝團院長 剛剛 剛剛團院長在講說師父 把他的夾凳子披到你身上 那一幕我突然間就好像 回想起以前在北海道場 那時候在台北女子佛學院 師父很關心學生都會上去看 去跟他們開示 那個冬天那裡是非常非常的濕冷 有一次呢 師父對著那個風啊 很冷的時候 師父突然把他頭上戴的帽子 拿下來要我戴上 我說師父不可以啊 很冷你趕快戴上 師父就這樣拿著 容師傅在旁邊說 你聽師父的話 我就把他接受過來 師父說你戴給我看看 我戴上來 師父說剛剛好 你留著 這裡很冷 我跟師父說這裡很冷 師父你趕快戴 師父說這裡很冷 你就留著了這樣 那種 我 對 對 就是這樣 不過今天我不是主獎 我一定要把時間讓給幾位 是很想分享啊 太多了 師父的有情有意 讓我們心甘情願 好吧 再來我們的小慧 謝謝 不簡單 謝謝 我們真的很想聽每一段大師的故事 真的是 親愛的廣志 你會幫我那個 那個 對 好 因為我昨天已經跟廣志練習過一遍了 對 第一張照片 麻煩你 大家看到師父 這張照片是師父65歲的時候 等於30多年前 那是榮師父 那張是榮師父 那張是榮師父 所以榮師父都說 哇 我那時候這麼年輕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時候是在 在溫哥華1991年的時候 師父跟榮師父來溫哥華 這邊有沒有溫哥華協會 對對對 就是 是的 我們那時候溫哥華要成立佛光協會 然後大師那時候來我們溫哥華的時候 那時候在我家 那前面是我的兩個孩子 我兒子跟我女兒 然後師父非常的慈悲 帶著榮師父 還有莊師父 惠師父 都到了 都來 然後我在我家裡頭 聚集了 大概快八九十位的 所謂的他們說的 僑領們 都是很厲害的這些 還有我們的辦事處的處長 都到我家來 聽大師開示 聽大師說法 然後皈依大師 所以還有下一張 對 下一張 這就是 大師 大師那時候 你看 三十一年前 1991年的時候 32年前 這樣的照片 在我家的客廳 再下一張 這就是大家 大家在我家聚在一起 然後聽大師說 大師非常慈悲 大師那天是行程滿檔 每兩個鐘頭 一個行程 兩個鐘頭 他還不忘記 一定要到家裡來 跟大家見面 再請下一張 然後大師親自的 為大家做皈依 大家那時候都好感動 這是在前面 因為那時候是晚上了 大家都在院子裡都還有人 我們的院子還佔滿了人 這一張 我一定要跟永古法師報告 您昨天我們在講的時候 您特別說 我們的傳承 你說今天在這張現場 有傳院長 有陳菊財務長 還有我們劉婆社 劉婆醫 你說還有我們下一代都會 那跟大家報告的 這一位那個 這個孩子 他那個時候是十歲 十一歲了 他大師親自給他 他就很高興很高興 那現在他已經老了 他已經四十二歲了 四十一歲 四十二歲 他老了 我那個兒子老了 不過也跟傳院長報告 他在今年三月六號 他自己的公司股票上市 所以呢 他很認真 所以我們佛光山的活動 他必到 然後像寒東送滿 他自己說 媽媽我一定要做這事情 我一定要幫忙 然後我們 植樹他也幫忙 他也要做 所以他慢慢在做 大家給他時間 我跟傳院長報告 因為他是傳院長 那時候公正的 正婚的 在佛光山 佛化婚禮的 佛化婚禮的 對 所以他是去年的佛化婚禮 所以 謝元一不錯 他心心念念 他總是說 我母親趙翠惠女士 他們說 我母親趙翠惠女士 是佛光會的副總會長 所以我要支持佛光會 所以他是 那個 綠色公益基金的理事 所以 董事 所以我也要支持 我說元 你是因為支持媽媽 還是支持這些團體 他說 媽媽先支持你 然後再後面 我真的很感謝 謝謝 然後再請下一張 對 這就夾凳子來了 夾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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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夾凳子 我這一定要跟大家說 大師的慈悲 跟大師的溫暖 就是在 在巴西 那時候我們去參加巴西如來式的開光 我們去了 這個 然後 那前一天 大師跟我講說 欸小慧 我要帶你 我早餐你來跟我一起吃早餐 我帶你去看那個 他說只有30公分的猴子 巴西的小猴子 有沒有巴西是不是有這樣的小猴子 然後 他說他會帶四個小孩子來一起吃早餐 你來找我們一起吃早餐好嗎 我說好 然後呢 結果前一天 就跟大家 我們大家的 大家一起聊天 聊到已經這樣子 大家在巴西見面太難得了 就嘻嘻哈哈 聊到了快天亮 我才回去睡覺 六點半 準時喔 敲門 那我就迷一呼 我說誰 師父就說我 馬上驚醒啦 那簡直像雷聲一樣 大地一聲雷一樣 就趕快下起來 然後我穿著短袖的衣服 睡衣嘛 我穿著T恤 然後長褲一穿 牛仔褲一穿 結果我們一太感 師父沒洗臉 我沒洗臉 我說師父 好了準備好了 走 師父就說走 師父就邊走說 你沒有穿外套 你會冷嗎 我說不會冷 怎麼敢講會冷啊 我說不會冷 不會冷 溫差很大嘛 夏天 我說不冷 就坐下來 師父就開始 就把他的衣服 開始脫衣服 脫他的夾凳子 我說 師父 你裡面的那個背心很好看 黃色的背心 毛衣 然後他就看我一眼 就脫下來說 穿上 我說不行啊 我說師父你自己沒有 裝師父 從裡面就拿了另外一件來了 然後他就穿上 我們兩個就穿了 那他袖子很長啊 我像演戲一樣 像唱瓶劇一樣 甩來甩起的 然後我就說師父 然後一摸口袋 都是紙巾 衛生紙 一大疊一大疊 我說師父 他是很捨不得的 他紙巾 他一張紙巾 可能分四次用 然後用完以後呢 他就有時候擦擦汗 擦擦眼睛啊 他就留在另外一邊 他可以再用 他就是讓你覺得很捨不得 我說師父 這都是 這要送我嗎 他說還我還我 我就還給他 這是師父邀我的 他說來 照一張照片 那我怎麼 何其榮幸啊 照一張照片 師父說 記得 一波傳人 我嚇死了 我一聽 那時候我怎麼懂呢 對不對 然後我 真的是滿頭霧水 只是穿得很暖 他說穿著走 然後重點是 我那時候答應了 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治理巡迴演講 我那時候去那邊分享 第一站就到了阿根廷 到了阿根廷那天晚上呢 他們正好是有個婚禮 整個大廳那高興的興奮 那側夜通宵打蛋 冷氣壞了 我住的那房間冷氣16度 完全沒有辦法 那問題在 我要走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他的這件夾凳子呢 就是我隨機上飛機的小行李箱 三分之一 所以我還要去20天的巡迴演講 我根本不可能帶這個衣服 我就去找莊師傅 我說莊師傅 我這衣服托你 幫我帶回台灣 然後 我裝不下 莊師傅說 你裝給我看看 我的行李在 我就拿去跟他講說 我真的裝不下 可愛的莊師傅 就說你放進去 我放進去以後呢 莊師傅就坐在那行李箱上 他的個子很像嘛 他坐在那裡 腳這樣戳起來 拉 叫我拉拉鍊 真的就拉鍊拉起來了啊 師傅說 莊師傅說 師傅送給你一定有意思 你帶著 叫我帶著 這麼熱的天 帶這個夾凳子做什麼啊 對不對 到每一站都這麼熱啊 第一站 阿根廷 十六度 第二天 一早我就要開始講 天啊 連這兩天 都是十六度 我怎麼請他們來修理 沒有人理你 就這樣子 兩天晚上 都穿著夾凳子睡覺 不然都會冷死嘛 然後呢 很有意思 我這樣巡迴 我到智利也穿過一次 然後我回到台灣 第一件事情 就去跟師傅報告 師傅 你知道你的夾凳子嗎 他說 我說師傅 你有必要嗎 一路把人家冷氣搞壞 我說師傅 你為什麼一路上 把人家冷氣搞壞咧 然後師傅笑著跟我講說 好辛苦啊 師傅自己說 好辛苦啊 你知道這個多奇妙 也許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聽得懂嗎 那時候我跟師傅講 師傅 師傅慈悲到 我總是覺得他一路陪著我 然後呢 他視線就知道 冷氣會壞掉 沒有人會理我 而我是答應他說 我會走遍世界 我去跟大家分享 我的生命經驗 我的生命故事 那是要我的 他說 你去全世界跟大家說好不好 我說好 我會 我就覺得他一路陪著我 所以在阿根廷 在智利 我真的覺得師傅就在身邊 所以這個家凳子 我一直留著 我每年要洗他兩次 供在那裡 我跟袁說 這是傳家 你知道怎麼對佛光山嗎 他知道 這樣子 下一張 謝謝 謝謝 到這裡的時候呢 很有趣的 那時候我 看來也年輕貌美 那個時候 現在是很老了 這也是好多年前 在師傅的雲水 2003年 2001年的時候 的時候的事情 大師在參加一個義賣 是為了偏遠的山區的孩子 要蓋一個圖書館 然後師傅在 我記得是在台市 就是人間衛生 後面有寫的 那時候我們在 我們正好到台市去 然後呢 為了要義賣這個雲水三千 大師說 小慧 我有一本來義賣 只要一本就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嘛 我說好啊 大師說 因為我常常幫師傅在義賣嘛 所以我就說 好 沒問題師傅 那我就想到了 不能夠說師傅拿出一本來 大家就 30萬 20萬 50萬 就不好 我就找到了羅里阿昭 我們的羅大姐 大家都很熟 羅大姐 那羅大姐呢 我就跟她講 因為季雅是跟我一起去 我說 季雅 等會如果師傅 這一本書要義賣 你願意出多少 她說 50萬 我說好極了 我說這樣子 我們不能夠一開始就50萬啊 我說我去找另外一個師傅 我說你說20萬好不好 她說好 我說我說30萬 然後就羅大姐說50萬 就很好看啊 對不對 就果然就這樣子 如願以償 就50萬 羅大姐拿去了 然後羅大姐拿來很開心 跟大師拍好照 結果大師那時候火眼金睛啊 大師有看到我在喊說30萬啊 大師說 欸 再拿一本來 小慧說30萬 各位親愛的 快30年前了 20 快23年前 20年前的30萬很大欸 而且我沒有說我要捐啊 我沒有說我要買啊 印著頭皮說 師傅說上來 我就上去了 拍了一張這樣子 這麼貌美的照片 跟大師這麼莊嚴喔 我們笑的這樣子 很開心喔 然後師傅就在台上說 我拿過著 師傅說 小慧跟我回去吃飯 我幫你把書上 我會為你的書簽名 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跟著他走了 這人就是這樣 見到師傅喔 師傅講什麼話 你就跟著走 你知道嗎 你完全像被這樣子 不能說下骨喔 反正你就會 因為師傅太迷人了嘛 你就會跟著他 他只要說什麼 你就跟著去喔 然後我就跟他回去了 我們請下一張 好了 這一張 下一張 這看得到 沒關係喔 然後這個字我再唸給大家聽喔 結果呢 上面是寫 偉大熱情的談講師 摧毀忍者 幸運大師簽2003年 就是那一年喔 然後 我為什麼要特別給大家看這一張 這一個就是那本書上簽名 不是為了 因為師傅寫了我 偉大熱情 我要跟大家show off No 那時候大師就在路上問我說 小慧要簽什麼 我說 師傅你就簽 親愛的小慧 那大師就說 好 我把我車子丟在那個電視台 我自己跟他搭他的車啊 那後面我就說好師傅好 然後一下子我們就去了 剛好 榮師傅跟蕭師姑 還有大師跟我 我們就準備吃午飯 我就在準備的時候呢 大師就說 好了小慧我簽好了 我就走過來 一看 不是啊師傅 我要親愛的小慧啊 大師說 大師就不曉得怎麼辦 大師就說 榮法師喔 他就找救兵 就把榮法師請過來了 榮法師一過來說 哎唷 偉大熱情的彈養神 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 剛才師傅在車上說 要幫我簽親愛的小慧 榮師傅說 哎唷 小慧 我跟師傅出家都快五十年了 師傅哪裡寫過什麼親愛的 他沒有寫過親愛的 可以 不可以啊 他有答應的啊 然後我說不行 可是師傅你剛才有沒有答應 我用講的 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我說不行 不算 然後榮師傅說 不要這樣啦 師傅沒有寫過啦 我可以作證啦 我就蓋起來 我說師傅 好吧 那我就知道收起來吧 我就收下了這個 因為他寫的偉大熱情的彈養師 很不好意思 知道自己真的沒做什麼 重點不是在這前一段 是後來 我就到了東南亞去巡迴演講 我那時候颱風來了 我的家進水了 所以這本書在那個我家的客廳 我家客廳都有很多大的 沒有辦法進書架的書 我都放在地毯上 放在我的客廳那一落 都是最大的 這書很大 我就放在那邊 颱風進來了 我家客廳淹水了 然後等我跑回家的時候 等我回到家 這個書上面 我第一本就是先看到它 我先要把它拿出來 完了 已經長霉了 已經爛掉了 書爛掉了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師傅的親筆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我就很難過 我就把它這樣子撈出來 就已經破掉 後面都破掉了 都裂掉了 我拿起來的時候 我一打開來 完整舞缺 師傅這樣指 就這一張 就這一張紙在後面都是爛掉 都濕的 而且都長霉的 就這一張清清楚楚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師傅的不可思議 師傅 真的不可思議 就一直這樣 對啊 我真的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然後下一張是 沒有了是 OK好 那就我跟大家分享這些 我跟師傅的 謝謝 好 我們慈悲的師傅 造就了偉大熱情的 談講師 其實真的 我們常常被師傅感動 那有的是太細微了 點點滴滴的 非常多 師傅是真心待人 不過我想在座各位 越聽會越羨慕 是怎麼樣都跟師傅這麼深的法緣 這個後面我們再請教傳院長 這個榮厚再說 然後我們的成居督導 再跟我們分享 那您這一邊 為什麼師傅交辦的 您都一定要去完成它 師傅怎麼影響您呢 下一張 那跟大師的這個 剛剛講說要依教奉行 那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1992年大師到我家普道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在南灣地區有兩個醜配配 那時候大師非常用心的在籌劃佛光會 因為我們是1992年成立大世界總會 那就說 而且南灣就在洛杉磯的地方 所以他就說 你要再把它整合一下 成立一個佛光會 所以我就依教奉行的 在南灣地區召集來成立佛光會 那時候的話 是一個婚會 我們就有三百個人 而且是三百人是在海外 不是在台灣 三百人的話是蠻多的 那大師也親自來成立大會 所以我是非常感動 那之後的話 就是做了一年的 一年大概一年半吧 就給高升去做協會的會長 但是一大糊塗 非常失敗 那時候不曉得怎麼辦 後來就是在賭大師的這個 我在重中 重中以後的這個理念的時候 才慢慢的了解 而且那時候 我們的船院長那時候是 喜來士的主持 那是複助 複名長 當家 那時候的話 我坐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當會長 那我就在旁邊 傳謀 那我的時候 一直在想說為什麼 會長老師看到每個人都很好 不管是好人壞人都很好 可是呢我就看到 一半好人一半壞人 那就是這個一半一半 把我整壞了 搞壞了 我就是有分別心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的 後來的話 就學習我們的會長老師 就是說 要大家一視同仁的話 才有辦法 把這個協會帶下去 所以這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來就是 跟大師的這個 因緣的話 是在西蘭大學 因為那時候 我是在當會長 那1995的樣子 那 昨天 還是哪一天 龍叔在講說 西蘭大學 本來在西蘭市裡面 位子太小了 要搬出去 所以大師就去找了這個地方 但是這是一個基督教學院 他們是不賣給佛教的 那 所以呢 大師就找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我記得很清楚 他請我去的時候 是在 那時候的 住室的一個小辦公室 大概是 一個小辦公室 大概是 然後大師的話 他跟我 師中餐主說是怎麼吃的呢 是 大家都曉得 就是一個 一個麵 然後 水泡麵 那我非常吃得非常高興 所以說 不是很豐富啊 但是 就是大師的最傳統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那講過之後說 好啦我們繼續想辦法 來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所以我就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 就由我們出家人 我們在家人來買 在家人來買 買了之後再轉給 轉給 佛光山西來市 或是西來大學 對方是一個基督教學院 那麼他們是 父子一起的 那個小孩子的話大概不懂 所以他就 在問我 在聯絡的時候 他說 請問你 跟西文大師有沒有關係 我說有啊 怎麼樣 不行啊 他說 我們是不賣給這個佛教 就是佛教 我說OK 而且他用Fax 那時候用Fax Fax給我 我說你 你給我逮到了 你給我逮到了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賣給 直接賣給 賣給佛光山 要不然的話 我就告你 那後來真的就 直接就 不必經過 宗教啟事 宗教啟事 那 而且在這件事情上 然後看到大師 碰到事情的時候 他這種不屈不撓的 這個精神 所以我就 我就 怎麼講呢 非常的 怎麼講 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就在西里大學 教老師姐的書 當然那時候 教的是教會計 不是教佛法 教會計 那現在的話 我在那邊當董事 就是希望來 盡一份 綿博之力 來 就是參加大師的教育事業 那在這邊我要提到 就是有一個 佛陀教育基金 佛陀教育獎學金 因為大師非常重視 這個 西里大學裡面 因為西里大學 有一個宗教系 是在培養 法師的 那我們那邊有獎學金 所以給就是 在那邊去的 法師的話 都是給獎學金 那我在裡面參與 另外的話 一個2加2的獎學金 就是說我們佛光山 有五個 五個學校 在台灣有 南華 有佛光 那另外的話 在 金光明 就是那個 那個 菲律賓有一個光明大學 還有南華 南天大學 那就是 大師上說 就說希望這五個學校 能夠 互相的 互相的幫忙 就是2加2 在台灣 讀兩年 然後就到西里大學 去完成 三年跟四年 那就 就由我負責來 找獎學金來幫忙 這些 去參加 就是去 讀書的 這個學生 那我是覺得 非常高興 能夠來參與 那當然 大家就知道說 我是 這些總會的財務長 那我因為我自己 是會計師 所以我就願意 非常 心甘情願地 來幫忙 我們常駐 還有福光會 來就是 負責財務的事情 談獎師的話 也是給我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一個鼓勵 一個成長的機會 那大師 我非常感念大師 能夠有這種 談獎師的制度 讓我們可以 在家人也可以 很用心地去 學習佛法 能夠來 分享 所以 那這個 這個等一下 這個等一下講 所以呢 這有關 有關 談獎師的事情的話 我要再報告一下 我這幾年來的話 就是 大概 20年了 好 那時候是不是你 在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有佛學會考 有過一次 那之後的話 我們的 保和尚的話 開始我們就每年 每年都佛學會考 那 因為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每年都參與佛學會考 那在疫情的時候 在有無法式的鼓勵之下 我們辦了一個 別年的 現場的佛學會考 那之後的話 第二年就 就辦了全世界的佛學會考 所以 也是非常有幸 能夠參與 這個 這個工作 我想 我們談獎師的話 我是不像 小慧姐 還有我們的 管師兄 她的話 他們會搶 我不會搶 那我就默默的 做佛學會考的事情 那另外的話 就是2009 大師到我家去家庭補照 那 這照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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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頁 上一頁 大師2009的時候 到我家去 就是 家庭補照 你看大師 他笑得非常高興 那一次的話 然後 農蘇也去了 那 那時候也去嗎 沒有 沒有去 他們非常高興 那麼大師的話 他講完之後 就是說 也 讓我們 能夠發表 然後之後 他再指導 所以我非常感念大師 來這個 這麼講 栽培我們這個 在家的地址 那 等一下 送給我們這個 花果圓滿的 這個 一筆畫 一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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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大師 另外的話 是 在 2018年的時候 是五年前 我們上一次的世界大會 我們上一次的世界大會 大師一起照相 你看他 那麼的慈悲 他還特地的把他的手握著我 我 會長 會長 好 好像感覺 那個溫度還在 對 對 好 那現在我講說 為什麼 我願意來追隨大師 就是他推動人間佛教 讓我們在 在家人也可以學習佛法 可以正正地收回 那大師 非常地和藍可親 會遠見 另外的話 就是佛光會的組織健全 昨天 我們在 在講的時候 為什麼 要 我們要參加 要有佛光會 而不是當信徒而已 就是因為我們佛光會的組織健全 所以我們每年 或是 就是我們 可以定時地 來參加世界 的這個會議 所以互相地成長 那另外就是 有這個財政制度 那麼 對我的影響有在哪裡呢 大師講說 有佛法就有判法 那從大師 在西蘭大學的事情上 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個 所以我學到了說 一定要有 一定要設法 去把事情解決 那剛剛提到 我在眾中 眾中有我 才能夠來 改變我在佛光會的困境 也改造了 我自己科目的關係 那因為在佛光會裡面 當會場主持會議 所以呢 訓練我 跟客戶開會的時候 我可以很 很自在地來主持會議 這是我在佛光會所學到的地方 另外的話 從大師室上 我學到說 謙虛跟實幹 才是真正工作上的品牌 那我是當會計師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做人要謙虛 而且做事情的話 要實幹 不可以說 怎麼講 忽然的 這是我從大師學到的 另外的話 時間管理 我們都知道 大師對時間管理 是非常精準的 那麼我們佛光會 也是這樣 也是開會 都是一定要準時開始 那就是這個的話 對我們人生的管理 是有非常好的幫助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陳居督導 就是我們從師父的身教跟言教當中 深深的受到感動 所以願意真的叫干腦塗底 真的 就是只要師父說的 我們都願意追隨 然後努力的去付諸實踐 謝謝 我們接下來 親年的代表 曾廣志教授 也是譚教師 謝謝永部法師 這個我現在是以一天命之年 這是 好 那個非常感謝 這個船員長小慧姐 還有這個陳師兄的這個分享 他們一面講 我一面寫筆記 我也說我要調整說 我到底等一下我要怎麼講 對不對 那個船員長給了一個很好的這個架構 他就是說看這個幸運大師 不同的這個角度 那大師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在座前面上面都是有非常深厚的因緣 能夠親自這個近距離多次平密的接觸大師 包括永部大師在內 但是我沒有這樣的這樣的 比一般人多一點 但是沒有到這麼平密平凡的程度 所以大師對我的影響 是從間接到直接 那這個間接是怎麼樣的間接呢 這個是普賢寺的七路來 我剛剛就說了 我父母去這個到台灣旅遊的時候 到佛光山 就把這個 他們把普賢寺的書籤 他要回馬來西亞 我看得很歡喜啊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鏡子上面 每天 除了我在書頭 就看著普賢寺的七路來 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會到台灣念書的 我那時候是接受馬來西亞的這個 英文教育 在座有馬來西亞人嗎 請舉手 馬來西亞 我是要到外國去念書的 沒有想到要去台灣 但是因緣就是這樣子 到了台灣也不知道佛光山在台灣 但是很奇怪 我那個時候就是走投無路 是怎麼走投無路 很活潑 但是讀書都不行啊 那 因為這樣子就 自己就是念佛 金剛經大悲咒 就祈願就是請佛菩薩給我開一條路 這佛菩薩不但開一條路 還把路開到佛光山去了 那我那時候到 我到大學的這個佛學社團 沒有到大學 我什麼都不要 我也不要合唱團 也不要童子君 這個中學都做過了 我只要去佛學社 就很奇怪 就是這樣子佛學社 我們的佛學社真的是很佛學 就是現在的就很佛系 那個新生的當天 新生週 都沒有人看攤位 只有一張紙 一如已經燒完的香 上面寫有興趣的話請留下聯絡 結果我就參加佛學社了 參加佛學社 學姐就說 學姊 我帶你看一看高雄重要的島場 帶我到佛學社 帶我到佛學社 這個必有姻緣 我看到我佛學 我說這個是我的我的臥室裡面的 靜止的 怎麼會出現在這裡的 原來我看了這麼多年的 原來這個 這是什麼地方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這樣的開始 但是音樂還沒成熟 就看了心裡很感動 那時候還不懂得要接近佛黃山 後來自己成為佛學社的社長 佛學社社長 這個傳師傅剛剛說的 辦活動要有預算 你沒有預算的話 那就找人家幫你買單 對不對 我要辦活動找誰買單 當然找佛光山 好玩又好吃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 我辦我佛學社長 第一個活動 上佛光山 只要你有車油錢去到佛光山 法師聽到高雄醫學院 會登佛學社 這都是未來的大醫王 我們就到朝上會館 又吃又喝又玩又結園 現在還是一樣 現在還是一樣 就銜接到剛剛說的那個姻緣 就去到邊藏處 就去到了邊藏處 那時候我就說 原來這個佛光山有外面的佛光山 跟裡面的佛光山 這個時候有一點點會更 看到了裡面的佛光山 原來大師他真正的堅持是在這個地方 佛法的傳 所以那時候就升起了景仰之心 景仰之心 但是還是 佛光山的法師又來為我們上課 但是這個就可以看到出大師的這個精神 它是沒有條件的 它沒有說今天你這個佛學社 佛光山的法師來上課 你就一定要怎樣怎樣 沒有 我們這個大學的佛學社是都接觸 藏傳佛教也有 這個法虎山啊 慈濟啊 什麼都有 但是唯獨就是佛光山的法師是最持續的 最有心的啦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是最有心要去補持的 那也是一直到 我這個高雄醫學院的醫學系快要念完了 我那時候不要當醫生啦 有個學妹來跟我說 她說學長 你這個對臨終關懷很有興趣 那你不如就 就那個南華大學喔 有個生死學研究所免學雜費 那你要不要去考 我就去考 那個會開法師是我的主考官 我那天才問他 你怎麼只答我92分啊 他說我是數學老師92分是很高分喔 我是綁手考進去南華大學 就不當醫生啦 就跑去南華大學念書 這個時候 心靈大師對我來說 不只是一個宗教的領袖 他是翻轉我人生的貴人 因為我醫學系念完之後 不當醫生 我爸爸講得很清楚 這個馬來西亞人聽到 Makan sendiri 廣東話 吃家庭 廣東話 食錢給啊 你就自己想辦法啦 老爸不出錢啦 好在 佛王山 南華大學 免學渣費啊 我又是綁手 我拿獎學金啊 我就忤逆父親的這個意願 就跑到南華去念書 所以剛剛說 你第一次見到心靈大師 什麼叫真的見到 台上見到 耳聞之道 還是親自見到 我第一次 真的見到心靈大師 在當好學生 我跪下來就哭了 感謝師父上人 那時候旁邊的法師啊 趕快來 然後我說 師父上人不喜歡人家 對著他哭 就幫我拉到我旁邊去 然後給了一碗麵 叫你就吃麵 我就因為吃 因為掉眼淚 那個時候 就這樣子三年 在南華三年 這是畢業典禮 這是我第一張跟大師合照 2001年 那時候已經31歲了 這個有學佛真的不會老 第一張跟大師的合照 那個要謝謝榮師父 他把我拉 他看到我就把我拉進去 那時候就開始參加這個 我在南華還成立青年團 但是跟這個陳師兄 你不要太難過 我的青年團後來就倒了 現在好像又重新再犯了 那也被訓練成這個預備彈獎師 好 預備彈獎師 那這個時候其實在講說 其實跟大師的姻緣 在我來說 很大部分是受恩 一直接受大師給我的這個恩 我的心情就是希望報恩 受恩而報恩 所以我在 我母親 母親還在爸爸往生 媽媽今年88歲 那時候母親跟著我 我們就加入佛光會 媽媽就跟我說 她說兒子 大師給你這麼有恩德 你一定要發願要報恩 所以小慧姐說得對 有好的媽媽 兒子會跟著學佛 所以我在南非的大會上 我記得那時候媽媽推我出去 她說你要出去講 你要發願 你要回饋 大師讓你免學渣費 你要回饋給佛光商 回饋兩年 所以我聖史學念完之後 我就回馬來西亞 就在馬來西亞佛光協會工作 六個月的時間裡面 是我人生 是有挫折有衝突 但是也是最快樂的時間 那個真的是7-11 不會想說要休息的 我在馬來西亞 這個馬來西亞協會 支持我推往生食學 南南北往 這個每一個站 每一天不同的站 就是演講 都不會覺得累的 就是反 好像就是那個身體 就是永遠充滿能量 大概那時候也是31歲 現在沒什麼沒辦法 父親跟母親跟著我一起做 跟著我一起做 所以這個就是受恩感恩 但是這個都不是直接 都是間接的 像我在馬來西亞 自覺受到委屈 我要講話 自覺受到委屈 那個船師傅 還特地打電話給我 我還記得 他說外面在下雨 我在車子裡面一直哭 我會想法師傅 你要忍耐啊 我說法師傅不行啊 我不得 我要離開了 我就離開了 馬來西亞 佛王山 但是 這個人算不如天算啊 這個佛王普渣三千千千 法水常理五大洲 哪裡可以離開的 我就飛到澳洲去了 澳洲也有佛王山啊 所以西澳 西澳到場 一來法師非常照顧我 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就拿了獎學金嘛 就跑去澳洲念書 所以剛剛各位都在講 醫教奉行 其實我是很不聽話的 但是大師很了解我 我覺得大師對我就像放風箏一樣 他就沒有把我留得靜靜的 他就跟他放得遠遠的 最後一次大師叫我回來台灣 2007年 他說 曾王志 你回來一年就好 到富光大學 一年 哇 所有的法師 王志你要一腳奉行啊 這大師開口了 要回台灣 我那時候在澳洲念博士班 怎麼回去呢 大師看了看我 這個曾王志啊 要心甘親愛 那我接了師父上人這句話說 所以各位法師 我這個大師說要心甘情願 所以我一腳奉行 所以我就不回去了 對不對 大師說要心甘情願嘛 那我心不甘情不願 我當然就不回去了 所以我真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弟子 但是 我雖然師父要我做的事情 我沒有照著做 但是我沒有忘記師父的恩典 師父也沒有忘記我 通過小慧節 通過傳師父 通過各個法師 來關心我 一來法師 還特地到我念書的地方來看我 他那個西奧是在Purve 我念書的地方是Banbury 開車要多久 差不多要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大師的一個關心 所以今天大家 或許你覺得說 但是我都沒有像你們這樣子親自接觸到 我也沒有怎麼樣親自接觸啊 我頂多就是照片多拍幾張 那現在大家到雲居樓 都可以跟大師拍照啊 那你要怎麼去接觸大師呢 通過大師的牽手牽眼 通過我們佛光山的法師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大師的化身 所以大家是很有福報的 那2002年 還有多少時間啊 三分鐘 好 三分鐘 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受恩 知恩 感恩 報恩 那大師對我就是不斷地給予機會 也不是沒有棒喝 有棒喝過一次 那時候不是很熟就被他棒喝了 那個這個是法治長林玉莉博士 他往生啊 他帶我去見星雲大師 那時候進到去 我就沒有講話 那時候大師只看了林博士一眼就說 有喔 那個不問題的不要帶來見我 我現在我當學生喔 我當老師喔 我現在在澳洲的醫學院教書 我的畢業的學生已經超過1000人都是醫生了 我都會跟我的學生說 你們要問問題啊 很可惜 那時候沒有把握 那是沒關係 現在有395本書可以看喔 那時候沒有問問題 那大師給機會 2002年就受贈讓我成為談講師 20年前 我相信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候覺得就是說 對啊 我也有講啊 對不對 我都很會講啊 我這個回馬來西亞這邊隨便講一講 都20幾場一萬多人啊 但是現在50幾歲回想喔 我看大師當時應該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呢 這麼年輕 你封他當長講師 你管得住他嗎 那這個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心不甘情不願 大師就是會給機會 就是因為這樣子就心甘情願了 所以我那時候的心情喔 我到澳洲去念書 我只要有機會 我一定要讓台灣走出來 不管是在馬來西亞 是在澳洲 去到哪裡 都要讓台灣走出來 常駐慈悲 佛光山慈悲 佛光位慈悲 南華大學慈悲 也一直的不斷栽培我 這是2017年 我拿到南華大學的傑出校友 我2018年 2019年寫書的時候 大師還把他的墨寶 拿來讓我的書 可以做這個書的封面 這個是2019年 回來巡迴演講 所以大師給我們的恩德 尤其是我們這些海外的華人 這是黃金海岸分會 那是我媽媽 她給我們海外的華人 有一個精神的寄託 讓我們有一個家 所以這個恩德 我們是無以為報的 所以這個只要有機會 我都會去見大師 那剛剛陳居士你那一張 我看得掉眼淚為什麼 因為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師父 2018年 我們還穿著那件衣服 那旁邊這張照片是2015年 我把我們大學的副校長帶回來 為什麼 我今天我走出去了 我要把姻緣帶回來佛光山 大師要我留下來 我沒有留下來 但是我到外面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星雲大師的弟子 星雲大師是我永遠的師父上人 謝謝大家 謝謝廣志 廣志真是懂得感恩的人 師父曾經講過 好的鴿子 你就放心讓牠飛出去 因為牠會把其他的鴿子都帶回來 最後一輪 其實分享的時間 覺得過得特別的快 太快了 就是聽不夠 最後這一輪 我覺得有一些人心中 和想念師父 然後聽大家一分享 就更加羨慕了 我們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什麼姻緣 更進一步親近 心中有些遺憾 那這一些要怎麼樣可以彌補 這請船院長用五分鐘給我們開始 好 謝謝 對 剛才那個幫我 對 謝謝 那麼剛才永固法師 說的這個問題 真的是 不但是我們法師 甚至於我們的這一些在家弟子們 同樣的一個心結 為什麼有些人 那麼有姻緣 可以跟心雲大師碰面 親自聽到他的教誨 那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這個福報 那我針對這個問題 剛好在這個就是 2020大師的新春賀詞 叫做《行道天下,浮滿人間》 那我針對這個叫做 《一紀年大師的莫寶》 我寫了一本書 叫做《奮起飛揚在人間》 剛好在這一篇文章當中 我特別就是闡述這一方面的看法 那我簡單把它做一個說明 我們都知道師父有一本書 叫做《釋迦摩尼佛傳》 那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佛陀到刀立天 為摩耶夫人說法 那麼三個月以後 就是要重緩人間 弟子們當然是爭先恐後的 要去降落的地點 去迎接那個就是佛陀 那麼這時候在林舊山洞窟 縫補衣服的徐菩提 他本來要去 後來他沒有去 繼續在那邊參禪打坐 那麼接著下來呢 也就是佛陀已經降臨了人間 比丘尼當中神通第一的就是 蓮花色比丘尼 他第一個搶先在佛陀的面前 然後說佛陀弟子蓮花色 首先前來迎接佛陀的聖下 但是佛陀微笑著說 大家這一段話很重要 把它注意一下 蓮花色 我的回來迎接我的 不能算你是第一人 須菩提尊者觀察諸法的空性 才是真正迎接見到我的人 見法的人才能第一個見到佛陀 第一個迎接佛陀 所以這句話對我們所有的弟子 真的是非常的振奮 就是說如果我們心中有星雲大師 心中有人間佛教 我們願意去把人間佛教 繼續推廣下去 你就是跟心雲大師最靠近的人 我想大師這句話是在說明這個部分 那所以在佛陀經論有這麼一句話 師父講的這句話是跟佛經 完全相應和在一起 那麼經典裡面怎麼說呢 若見緣起即見法性 見法性即見諸佛 那麼同樣的道理 我們能夠了解人間佛教的道理 那等於我們就是見到了師父上人 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這個跟金剛經所說的一樣 就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世人行賢道不能見如來 為什麼師父上人說不要有色利子 不就是這個原因嗎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麼有弟子常常跟大師抱怨 這是大師在日記裡面說的 常有徒弟對我抱怨 說我是信徒的 想排隊跟我講話都輪不到 尤其出國的時候 連個影子都看不到 這是徒弟喔 出家徒弟的抱怨喔 那大師說我出家五十年來 為佛教奉獻心力 從不曾見過佛陀 但佛陀的慈悲忍辱 為教為眾的精神 始終在我的心中 因為我心中有佛陀 也就是你心中有沒有佛陀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那麼大師這句話非常重要 我的徒弟如果不能從我的著作 演講集開示中與我思想相依 心中沒有我這個師父 怎麼可以跟我出家 也就是說你如果心中沒有人間佛教 你怎麼跟師父上人皆心 縱然見到師父上人 只是見到一個色相 而不是真正見到法相 所以我們如何跟師父上人皆心 我想大師 星雲大師全集395本書 就是我們最好的精神依靠 謝謝大家 謝謝團院長 所以各位你找到支撐的力量了嗎 當你想念師父 當你覺得好像有一些遺憾 其實就是以法跟師父皆心 以實踐人間佛教 那個才是真正懷念師父 好 我們接下來請三位 優婆社優婆儀 跟我們大家鼓勵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回來開大會 佛光會是師父上人 心雲大師 他創辦 然後推動發展到今天來 在今年師父上人緣集 所以請三位呢 我們居師代表 跟我們大家鼓勵一下 那接下來 我們又應該怎麼樣接棒 然後繼續讓人間佛教 繼續向前走 謝謝 謝謝 我記得2018年5月28號 師父跟我特別的 一而再二三的告訴我 他說 小慧 你一定要記得 你一定要記得 幫我把人間佛教 帶到全世界去 我那時候覺得 老人家真的是 這責任有多大呀 他說 唯有大家都心中有佛不算 可是要有個依靠 就像剛才傳言人長給我們看到 聽到的那幾段話 特別讓我們感動 我們在人間佛教的教法裡 我們受益匪淺 像那愛哭包 曾廣志一樣 一直哭一直感動 一直這麼感動 對大師的懷念 知道大師的恩德 我想我們在 我們實踐人間佛教的時候 就是跟大師接心 大師就在你身邊 就在你心裡 你在想念他 哭完以後也要去做 就一定要去做這事情 我們已經不能夠說自己 願不願意的問題 這變成一個 一個使命 這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覺得 大師一直留給我的一句話 我覺得很感動 大師總是說 他說小慧 我們尊重一個人 我們與人廣結善緣 就是我們的資良 我們常常聽大師說 你大我小 你對 你有 所以說 對 你大我小 你對我錯 你有我 你樂 我苦 所以就是用這樣子 師父 師父的每一句話 都可以變成你的一個奮起 非常的一個力量 你就變成 就鼓勵著你 你時刻想著他 你時刻在想念他的時候 你就做他交代我們做的事情 大師心心念念的就是 人間佛教 要在人間 一定要在人間傳揚出去 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佛光人 每一位佛光會的會員 每一位佛光人的心中 都有這個使命感 所以我們會做下去的 我們會跟著師父走下去 就像他沒見過佛陀 他也做佛陀交代的事情 我們現在何其有幸 我們見了師父 甚至於說 我們在他的教法中成長 我們是何其有幸 所以我相信師父會放心我們的 我們一定可以做下去 對不對 好 我們一起走下去 好 我們是總財務長陳菊都答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 我們會傳法師 還有我們小慧姐 都在講說這個大師的拳擊 那請問各位 你們有沒有把這兩個APP 放在你的手機上面 有 我自己也是一樣 就是一有空的時候 就是在等 就是有零碎時間的時候 就是打開大師的拳擊 非常的收益 所以我是希望說大家 能夠好好的這個來利用 那至於說呢 因為這個講過就是可以利用零碎時間來閱讀 那麼隨時隨時可以透過手機閱讀的這個方便 來我們可以拿到指導我們生活的準則 那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樣 我要花心力願 帶領讀書會 讓更多的佛幫人 能夠來 就是能夠聞 德文大師的人間佛教 我們講說文師修 另外的話 我自己 花心力願 要永遠地來參與佛學會考 雖然說我已經跟永庫考師講說我要傳承了 但是我還是會站到後面來幫忙的 所以因為我們在考試的時候就會去思考 思考 然後能夠希望說透過思考 然後能夠可以把大師的理念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那最重要就是說我們要參與佛光會的活動 讓更多更多的佛光人 以及佛光之友來修習修行大師的人間佛教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力願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讀導 告訴我們就是發心力願 而且讀導寫得好好 文師修把它整理出來 好 最後我們的廣誌 我試著現在最後不要哭 因為我們是要鼓勵大家 那其實我雖然在傳演員長眼中我還是很小 在永庫法師眼中我還是青年 但是老實說我真的是52歲 看事情感覺不一樣 我們在海外這麼久 尤其是常常這個里外這個比較 我覺得說這個 你有了比較才會看得到這個真相 2015年 我把我們大學的這個副校長 帶回來佛光山的時候 他站在佛陀紀念館 他看著 他看著大佛 然後看一看這成佛大道 他說 他說你的師父要一生人去做這麼多事情 因為我這個副校長他是很了不起的 他發起了我們大學的這個Health Group 就學生一萬人 就從醫學系一直到各個Health的這個 知道他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人了 他是一個這麼了不起的人 在他眼中他看到幸運大師的時候 他說你這個師父是超人啊 你這個師父是超人 但是我們常常生在其中的時候 我們不會感覺到 那其實大師把所有的東西 應該要做的方法 基礎 全部都打好了 剩下就是請你來發心發願 請你來選擇什麼東西 是你能夠去做的 像我從我的角度來說 我就是希望這個佛法能夠弘揚到西方 希望人間佛教這麼好的東西 能夠傳揚開來 所以我現在在西方教書 我常說我的計畫是十方三四 怎麼說呢 我這一輩子的學生他們不會跟我學佛啦 先跟他種個姻緣 我下一輩子來的時候 他見到我說這個人好像似曾相識啊 然後他這個再耗一輩子到第三世的時候 就希望他能夠成為佛光人啊 所以 因為我也是學生史學的 當你把你的生命打開到十方三四的時候 就整個東西就開闊了 我們所以會恐懼是因為看到這個當下 只有現在這個現在 但是星雲大師給我們的事無量無邊 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踏出這一步 你可能還不曉得那個沒有關係 你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剛剛有一個故事忘了分享 我們雖然是這個傳師 雖然我們來像是騙吃騙喝喔 結果還是真的被騙啊 為什麼被騙啊 我們1993年來山上騙吃騙喝的時候 山上的法師說 這個佛光山啊 這個地都蓋完了 這是最後的這個經佛羅跟御佛羅 你要參與佛光山的見識 就剩下最後這個因緣啊 我們聽了之後 就是燃起了這種 哎呀不是 怕輸嘛 怕沒有機會 搭上這個佛光山的見識因緣 我們佛學社雖然騙吃騙喝 我們出了一萬塊捐了一尊這個經佛 一萬塊 十個佛學社的這個學生 每一個人出一千塊 這是1993年啊 三十年前套小慧姐一句話 三十年前 一萬塊是很大的啊 結果我們那一萬塊一捐下去之後啊 那一年喔 那一年事物昌隆啊 我們那個佛學社本來就是乏人問津 結果那年很辛龍啊 所以佛光福田啊 不可思議啊 你在這個佛光山佛光會 一點下去五大洲都會起聯誼 你全世界去哪裡找這樣的事情 這麼好賺的 能不做嗎 已經擺在你眼前了 跟著師父開山的 那還說要對師父有信心 師父山已經開出來了 你還在外面看的話 那你這個實在是眼睛沒有睜大啦 所以新完將有鼓勵到大家喔 發心 突破 越怕的東西 越要去做 為什麼呢 星雲大師給你信心 因為大師說什麼 我是什麼 我 沒錯 恭喜大家 廣字收拾起心情來 好好給我們加油打氣 我們一起努力 不過最後的時間呢 我想邀請我們 顏寬戶老居室的同修 我們的長者夫人 顏崔常敏 長者夫人 跟我們勉勵幾句話好嗎 我們給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佛工員 今天很榮幸來到這裡 本來我們要準備跟大家 講幾句話的 但是我非常感謝大師對我的恩 因為當時在宜蘭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大師 所以我唱那個 宜蘭初演法輪音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我非常非常的 新的感受 因為我看他的書 其實我是相信佛教 比我認識大師之前 但是我可以說 是我的智慧 從大師的書裡面開的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有關大師的紀念發揮 我一定來的 那麼我非常感謝對我的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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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顏夫人 最早的時候 跟大師結緣很早 尤其 顏老居士 對佛教的貢獻 所以謝謝 顏夫人的勉勵 剛剛廣誌講到十方三四 我突然想在最後 這一點點時間 我們剩下最後一分鐘 我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在哪裡 葬金樓 一樓是 宗祖殿 宗祖殿三個大字 兩旁的 這一幅對聯 各位有去看過嗎 大師來去自如 這對門聯有消息 我剛剛把它找出來 唸給大家聽 見世安身 船到五洲 猶如蓮花 不著水 夏蓮 雲遊世界 結緣時方 亦如日月 住虛空 師父來了 師父走了 有來有去嗎 還是 他一直都在啊 他來這個世間的視線 猶如蓮花 不著水 他呈現了 這佛光普照五大洲的 種種的視線 就為了點醒我們的菩提心 延續我們的菩薩道 師父所做的這一些 說 亦如日月 祝虛空 所以 師父在虛空之中 猶如日月 一直在照耀著我們 今天我們的分享 緬懷師父 希望大家 靜雲在我們幾位語壇人的分享當中 也應當喚醒許多 我們在做各位心中的 跟師父的因緣 希望我們彼此 借著這一份緬懷 大家互相鼓勵 在師父的 人間佛教的道路上 我們繼續 再跟著大師 同願同行好嗎 好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各位語壇人 謝謝 謝謝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 恭送法師 吉樂語壇人 謝謝 各位請先坐下 我來宣布下面的行程 先坐下 謝謝 下午安排 尋山里聖 大家好